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当地时间1号晚上 在堵城大道发生了枪击案 造成非常高的死伤人数 成为美国史上死伤最惨烈的枪击案 到目前为止 执法部门没有发现拉斯维加斯这起冷射案件 跟任何国际恐怖团体有关联 整个事件还在调查当中 美国内华达州堵城拉斯维加斯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间10点08分 在堵城大道上发生了枪击案 一名白人男性枪手从曼德雷湾饭店32楼 朝着对接4万人参与的91号公路 丰收音乐节会场进行扫射 根据目击者表示 枪声持续了约有5分钟之久 造成了民众的惊恐逃逸 炎酿成了至少50人死亡 包括两名警员以及至少200人受伤 这次枪击案造成的庞大死伤人数 是美国史上死伤最惨烈的枪击案 警方也公布了凶手的身份 是拉斯维加斯当地居民 Stefan Paddock 他在行凶前登记成为了 曼德湾饭店以及赌场的房客 警方最后在曼德湾饭店32楼 找到了已经死亡的枪手 并称这是一场孤朗式的袭击 目前仍然不清楚枪手的动机 也正在寻找一名与枪手一起旅行的 62岁亚洲女同伴 希望能够从她身上得知作案的细节以及动机 根据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二号谴责 堵成拉斯维加斯滥舍案是纯粹的邪恶行径 川普下令全国将半起哀悼这一事件 呼吁全国团结 并且宣布他将在本周三赴拉斯维加斯 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此事有关 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回应 指出随着事件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 执法部门没有发现本案 与任何国际恐怖组织有关联 并且表示将会依据法律 全面彻底的调查这一事件 中天频道整理报道 ,关注计划 сообщ